Shalom,大家好,我是金金来 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 让子之父 Father of Prodigal Children 从Luke chapter 15 入家福音十五章 十一节开始有一个出名的比喻 就是我们主耶稣所说的 十一节这样开始了 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对父亲说 父亲请你把我赢得的债业分给我 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 过了不多之日 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 王云芳去了 在那里任意放荡 浪费之财这样就下去了 所以呢 很多人说这个比喻 他们怎么称呼呢 这么命名呢 让子的比喻 因为这里主要的人物 听起来看起来是让子嘛 英文来说 The Parable of the Prodigal Son 我自己呢 看这一段内容 还有像下文 还有它的中单来 我比较喜欢另外的名字 来称呼这个比喻的 那个就是 让子之父的比喻 我们可以考虑两个英文的 The Parable of the Father of the Prodigal Son 这样的一个儿子吧 我比较喜欢付出 The Parable of the Father of the Prodigal Children 这是我的选择了 我马上会说明 让子之父的比喻 这是今天我要分享的内容 我为什么希望命名这个比喻 做让子之父的比喻呢 有原因的啦 第一个呢 我们看下文的话 路加分书章是这样开始的 众税吏 不要忘记那个时代 耶稣时代是税吏 虽然他们是犹太人 其他的犹太人 非常不喜欢他们的 他们认为这些税吏呢 就是帮忙那个罗马做事的 所以他们不喜欢他们 和罪人 乃中的罪人 我们不太知道 都爱尽耶稣了 要听他讲道了 耶稣都欢迎他们了 第二节 法利塞人和文使 是下一轮说 这个人这代罪人 有同他们吃饭 当然我相信 法利塞人和文使们当中 有些很想跟耶稣做朋友的啦 可是罪人啊 罪人为他在一起 他们没有意思 跟他在一起的啦 他们不高兴啊 耶稣看到他们的 这样的心态 耶稣就用比喻来说 然后呢 第四节开始有三个比喻 那么这三个比喻呢 路加分书章里面 都记下来的 三个比喻呢 他们三个有 共同的那个主体啦 啊 比如说第一个 那个迷失的羊比喻呢 第四到第七节呢 这样开始的 你们中间 谁有一百只羊 失去一只 有一个牧人 他有一百只 只有失去了一只 这是百分之一啦 不怕这99 呃 配在匡言 去找那失去的羊 知道找找呢 你看 这里呢 我们看到有一个牧者 他只有失去了一百个当中 只有一只 可是他还是寻求去找一找 那对他来 人这个意思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这里的终点 不是那个失去的一只羊 那也是寻找那个 找一找那个失去的羊的那位牧者 虽然是百分之一 第二个避避呢 那个遗失的钱的避避 这个呢 第八到第十节 或是一个夫人有十块钱 如果失落 一块 这一块 这是失分之 还是这个人很热心 很那个稀奇的找 知道找找 这样的 这个也是 这里的那个主题也是一样的 你失去了失分之 虽然是失分之 还是你就是一定要专心找他 这个是第二个避避的内容 第三个不必说明吧 这个让子之父避避 我们知道这个爸爸呢 一直等着这个孩子 这个让子回来 所以这个三个避避 《路加福音书章》里面的 三个避避的 共同的主题是什么呢 一个失去 他所在于他的眼中 贵重的 那个一只羊也好 或者一块钱也好 或者一个儿子也好 这些人的 他们就是去找一找 就是管理这些人 不是那个失去的那个羊啊 或者那一块钱啊 或者一个儿子啊 那个不是重点 就是他的主题是 就是这些 那个要找一找的 失去的那个 这样的 那个生出 或者钱 或者人的 孩子的 这样的 这是共同的主题了 我们命名这个避避 做让子之父的 第三个原因呢 《路加福音书章》里面的 这个三个避避呢 他们有共同的重点 第一个避避呢 第五者这样说 早早了就欢欢喜喜地 扛在镇上这个牧者 回到家里 就请朋友 吝啬来 对他们说 我失去的羊已经早早了 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到这里避避的 让耶稣说明说 我告诉你们 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上也要这样 为他欢喜 照避 为主事走歌 不用悔改的一人 欢喜 更大 我不必说明嘛 这个呢 找到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上 有很大的欢喜 快乐 这是 得到你说 失去的 这样的快乐了 第二个比喻也是 差不多了 第九节开始 早早了 这是夫人 早到那个一块钱 就请朋友和林舍来 对他们说 我失落的那块钱 已经早早了 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差不多一样的内容 让第一世界 耶稣又说明 我告诉你们 你个罪人悔改 在神的使者面前 也是这样 为他欢喜 跟前面 第七节 差不多一样的内容 我们的这个 让子之父的 就是第三个比喻 也是二十四节 这样 因为我这个儿子 是 失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他们就快乐起来 三十二 差不多一样的 只是你这个兄弟 这个在比喻中 这个爸爸对那个大儿子说的 兄弟是 失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所以我们 离当 欢喜 快乐 这个三个比喻的 共同的 终点 就是 你找到了 你所失落的 你所失去了 这样的 欢喜快乐 很简单 所以呢 这三个比喻里面的 因为有 共同的 终点 还有 共同的 主体 还有看 那个上文 第十五章 一到三节 有说明的 所以我们可以 命名这个比喻呢 让子之父的比喻 我的意思就是 终点不是 让子 生生 乃是让子 自父 生生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看看 这个 入赞福音 十五章的 三个比喻当中 第三个比喻 就是 让子 自父的比喻 到底在 这个比喻里头 这个故事里头 我们就也说 怎么形容 这位 让子 自父呢 我们可以 三方面来 可以看到 这位 让子 自父 第一个呢 他是失去孩子 的一个父亲 很痛苦啊 他失去了一个孩子 他有两个孩子 其中一个 成为让子 第二个呢 虽然我们在 故事那个 比喻里面 不是很详细的 描述 可是我们看 整个想象 包括 另外两个 称名的比喻 我们可以理解 这位 让子 自父呢 他非常的 渴望 寻找并等候 让子 他自己的孩子 他是这一类的父亲 他是这样的父亲 可以看到的 最后呢 这位 让子 自父呢 他当让子 他的让子 回到家时呢 他非常的高兴 他是这样的父亲 我们这个三方面来看 这位让子之父 第一点是 这位父亲是失去 他所亲爱的孩子的 他有两个儿子 他失去了一个孩子 那个孩子变成了让子了 书章十三到十六节这样说 过了不多的几日 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 往人放去了 在那里任意放荡 让肥制裁 只好进了一切所有的 又离找那地方 大朝几荒 就重苦起来 可人 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 我可以想象这是外邦人 这是犹太人的家庭 爸爸也是犹太人 当然两个孩子也是犹太人 可是他到那个外邦人的地方 他就是跟着外邦人做朋友 他就是这样放荡的生活 让他投靠那个地方的一个人 就是外邦人 那人打发他这个犹太人到田里去放荡 怎么赞亏 我们都知道犹太人不吃猪肉金子的 而现在这个人是 这个犹太人 在古斯人应该是犹太人 放荡在外邦人的那个田地里头 他恨不得拿荡所吃的 土甲冲击也没有人给他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这个是自己称为让子的 可是父亲来说 他失去了他的亲爱的孩子 而父亲对这个孩子怎么说呢 书章儿子师姐 他这样说的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 是失这样的 失而又得的 在那个爸爸的眼中 这个离开家父母 离开父亲到那个远方 就是外邦人的地方 那个浪费钱 所有的这样 那个放荡的生活 这个孩子呢 就是死人 是失去的 三十二姐是 这个爸爸呢 对大儿子这样说的 只是你这个兄弟呢 是死 而且是这样 这个就是他爸爸 那个看着这个孩子的 他的看法就是死的 死人一样的 可人可人 这位父亲在故事里面 是失去孩子的 那个孩子呢 这个让子呢 好像是死人一样 就是失去的 就是死人一样 可人的爸爸 第二点 形容这位让子之父呢 他是一个 渴望寻找并等待 让子的父亲 十七到二十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形容的 有一点 前面的两个比不一样 两个是前面 是人 一个是牧者 一个是夫人 寻找养也好 或者那个一块钱也好 所以那个养也好 或者一块钱 他们不会寻找 那个父亲的吧 可是这里呢 就是两个人 就是两个儿子 一个对不起 一个爸爸 一个儿子嘛 所以呢 人是会寻 两个都有那个 翻译的了 那个儿子也是可以寻找 回到那个父亲的吧 所以在这里 终点 这个主要的描述呢 这个让子 怎么回家 所以很可能 有些人说 这是让子的比喻 也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吧 十七节开始这样说 他醒悟过来 这个呢 希腊文的意思 什么呢 他回到自己的意思 这个让子呢 啊 我是 我不是这样 不应该在这里 这样的 他醒悟过来 就说 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 口粮油鱼 我倒在这里 饿死吗 我要起来 到我父亲那里去 向他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他先很可能要练习的 因为不好意思说嘛 不好意思 回到那个爸爸那里 他很可能 就是好好练习的 他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 我们知道 那个校里面 那个前面的 在爸爸面前说出来了 后面的好像他 爸爸不让他说 没有记载 很有意思 第二十节 于是起来 往他父亲那里去 乡里 乡里还远 他父亲看见 这个老人家 距离还远 还是他看到 他看见 就动了痴心 跑去抱着 他的景象 人能为他牵绝 你看在这里呢 我们这里 这个儿子里面 看到这位父亲呢 他非常渴望 寻找 他的孩子回来 他非常的渴望 而且等待 这位让子回来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在前面的 两个比例里面 也可以看到的 这样可以说明的 你看这个 那个牧者呢 他把 祖式祖之羊 陪在匡野 他去找一找 那个那社区的羊 知道找找 那个夫人也是一样 他就是 点上灯 还有打扫屋子 细细的找 知道找找 你看 而且我们祖耶稣 自己呢 不是在这个比例里面 另外的地方 说这样说的 他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呢 他这样说的 马太分 十五章二十四节 差不多一样的 耶稣说 我奉猜成 不过是到 以色列家 米士的羊 那里去 当然这里的 以色列家 那个米士的羊 是人 以色列人 这样的意思 羊来形容他们 差不多一样的 如加分 第十九章 是这 人子来 就是耶稣来 我要寻找 拯救世上的人 那么耶稣自己呢 拆派 他的十二个 门徒的时候 马太分 第十章六节 这样说 宁可往以色列家 米士的羊 那里去 完全一样的 这就是 我们神 证明我们的神 渴望寻找 这些米士的人 米士的孩子们 这是我们 这个父亲的 我们的父神的 像这个 让子自父的心一样的 第三点是 这位爸爸 是在这个比喻里面 是当让子 他让子 回到家里的时候 非常高兴的一个父亲 二十一节开始 这样说 儿子说 那个小儿子 那个让子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 称为你的儿子 我们已经看过 他已经联系过的 还没来之前 可是 最后呢 把他把我当做 一个故宫吧 这里没有记下来 有可能 爸爸没给他机会吧 不然他继续说吧 父亲却吩咐 仆人说 把那 伤好的袍子 快拿出来 给他穿 把这儿子 带在他指头上 把血穿在他的脚上 把那肥牛都 尖来宰了 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因为我这个儿子 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他们就快乐起来 这就是父亲的心 他看到他的让子回来 他非常的高兴 好像忘记 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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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儿子 那个 给他痛苦 带来的痛苦 他都忘记了 这个爸爸 三十二姐 是已经看过的 只是你这个兄弟 他对大儿子说的 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所以我们 离党 欢喜 快乐 有一点像 卢扎勒 第十章二世节 耶稣差一派 七十个门徒 他们回来 报告 他们非常高兴 为什么 因着耶稣 名字 鬼也付了他们 耶稣怎么说 人而不要因鬼 付了你们 这欢喜 要因你们的名 基入在天上 欢喜 这个让子回来的时候 父亲 高兴极了 忘记 一切一切的痛苦 我很想分享 我自己作为 让子之父的一个经历 非常个人的事情 我是一个爸爸 我有两个孩子 一个是我们生的 我在以色列留学的时候 在那边读书 快十年 那时我刚开始 去一个人 但是还没结婚 过了一年半 大概两年之后 回韩国 接了婚 带我的太太回去 回耶路撒冷 继续读博士 那时我们生一个儿子 他出生在耶路撒冷 这是我们生的一个儿子 他现在成为一个爸爸 已经有自己的家庭 我们回韩国 读完书之后 在韩国 在大学 在工作 照书 那时我们决定 领养一个孩子 一个女儿 在古尔连 我们家一早 有一对 不是夫妻 婚外关系 生出来的一个女孩子 丢到古尔连里头 那时我们去过年的时候 他三岁半 我们领养了这个女儿 比我的儿子 比我们的儿子 小两岁的 这个女孩子 妈妈OK的了 那么我们大概十几年 养她 大概她十五六岁左右 我已经忘了 开始忘了 她已经做妈妈了 这个女儿呢 她开始有一个 青少年叛逆请 在纽约的时候 我受不了 我太太受不了 但我们可以理解 她说 你们不是我的父母 我可以理解 因为我们不是 我们生她的嘛 我们也领养她的时候 我们很可能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可是没有想到 她的潘尼迟 这个青少年 这个很奇怪的 潘尼迟的时候 这么严重 我们很痛苦 那一段时间呢 我还是要造课 所以去台湾 那个密集课 有一天在旅馆 我听到我的太太 从纽约说 这个女孩子 这个女儿 又出门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 非常的痛苦 我在旅馆晚上的了 我打告嘛 那时我确定 我确定 上帝开始跟我说话了 我心里面说话 我是确定的了 所以我还是印象很深刻的 这个已经是 今年之前的事吧 上帝问我 进进来 你有几个让子 我每次想到这件事情 我就是会流泪的 我尽量 我尽量 好吧 我说 我有一个 我很痛苦 我很痛苦 受不了 我们因为 我们做基督徒 应该领养一个孩子 好好照顾 就是照他 成为就是爱你的 这样的 可是我们失败了 我对不起你 我好像没有资格 我太太 我们好像没有资格 领养孩子了 对不起你 我这样流泪 打告 我的父神 他举行问我 一个问题 你知道 我有几个让子吗 我没有想到 上帝会问我 这样的问题 你知道 我有几个让子吗 当然 我一听到这个问题 我知道 怎么回答的 他要很多 可是我没有办法 马上回答 我一直哭哭哭 然后我说 我知道你有很多 非常多的让子 我从来没有想过 这件事情 从这个招度来看 我们从来没有 这样的事情 我现在看你 你比我 你就是上帝 神 你比我还可怜 我真的忍命 我通情你 我让我继续哭了 然后我的父神 他怎么回答呢 他说 进来 这样好不好 我们做一个招意好不好 一个deal 他其实我心里面听的是英文来说的 我做一个deal好不好 好不好 你来照顾 我来照顾这样的孩子 我来照顾你的让子 你来照顾我的让子 我知道 我的让子是一个单数 两个单数一个 我的儿子还不错 还OK的 我的女儿就是叛逆气 可是他的让子 多得不得了 可是我自己心里面 算一算 他是全能的 他是完全的 他照顾的应该是最最好的 可是我照顾的 虽然努力尽量尽力做 可是不一定好 这样的招意很好 这个是我不会没什么不好的 我对我很大的益处 那我这样心里面 我说好啊 非常好啊 这样回答 我继续哭 那个晚上我哭了 在旅馆里面哭了很多很多 可是我得了安慰 为什么呢 我就是开始认识一个 我已经认识的 因为另外一个让子的爸爸 他比我更可怜 我只有一个让子来 这么痛苦 他这么多让子 他不会痛苦吗 我开始认识他 同情他 我那天开始称呼 我所相信的这位神 让子的爸爸 我这样开始称呼他 那有的时候我会说 哎呀 父啊 父神啊 我认识你啊 你比我更可怜啊 我就是因证你 我的安慰 我这样说的 这是我国际 我自己经历过的这样的事情 这两位 就是我自己让子之父 还有父神之间的这个噪音呢 现在我先说 那个父神 这位让子之父 我们今天的主要的 就是这位的 就是让子之父嘛 他照顾我的让子 非常好 我非常感谢他 其实这个事情之后呢 我不要讲细节的了 我的女孩在 她很好 现在她跟我们的关系 非常好 在族内有一些弟兄姊妹们 他们自愿 他们甘心热意 他们自己花钱 他们来这样照顾我的女儿 一段时间 特别一对夫妻 还有一个姊妹 他们都是我在生学院认识的 当然是我是老师 他们是学生 这样的那个关系来 那个认识的 非常好 他们怕我就是 不能专心 那个照这些花园弟兄姊妹们 所以他们自愿 他们热意感谢 花自己的钱来 说要可以代替我们 照顾这个孩子嘛 这样满长的时间 我非常非常感谢他们 我的让子已经回来了 我自己呢 我自己想 我会接受这个孩子吗 带来我们痛苦的 可是他回头的时候 我非常的开心 那时我明白了这个 路加福音书长 介绍的这位让子之父 周围接受欢迎让子的心态 我完全明白了 那么我自己呢 因为这位让子之父 就是我的父神 他已经做了他的部分 把他的照顾 他已经做好了 那么我自己呢 当然我相信他会继续做的 继续照顾的 我自己呢 我自己呢 我一定要那个 我自己说什么 我一定要做的嘛 就是我带着这个让子之父 因为我经历过嘛 特别是这位天父 让子之父 他的心来去行努力 我这样决定的了 所以我不要忘记这位让子之父 要分享他的痛苦 他还是今天也是一直等着 他的让子 分散在全世界的很多让子 回来 第二点呢 我为他一起 这位让子之父 一起来寻找 并等候他的让子回来 我要专心做这个事情 那我已经跟他做照页的嘛 我已经答应的嘛 他已经处理好我的让子啊 三点呢 等让子回到这位让子之父的时候啊 我应该要欢喜快乐 我不要拍这一线 我不希望他 他们不应该回来 我不应该这样想吧 我要跟着他 一起来欢喜快乐 我知道我为这位让子之父的照应呢 还没完成 所以我会继续加油 谢谢主 这位让子之父 我说亲爱的爸爸 谢谢 当然我自己以前不认识他 我也做过让子 我回同 他接纳我 欢迎我 我感谢他 这位是永远做我的爸爸 谢谢这位亲爱的让子之父 感谢神 好 最后我还是 明书记第六章24到26节的内容来 祝福大家 代替我的再见 为耶和华赐福给你 保护你 为耶和华使他的灵光 找你 吃恩给你 为耶和华向你洋人 给您 瘟 瘟 托 Yavrecha Adonai Veshmrecha,Yaer Adonai Panav Eleicha Bikunecha,Yisa Adonai Panav Eleicha Vyasem Necha Shalom